四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溪 来自文特利尔 欢迎周听我们的播客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要聊一下关于单亲妈妈的话题 不知道提到单亲妈妈 大家脑海里出现的是怎么样的形象 辛苦的 很糟糕的 还是说独立的 自由的 之前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说 加拿大适不适合单亲妈妈移民 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来分享他们一个人在加拿大带孩子的经历和感受 相信他们的故事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认识 我们的其中一位嘉宾 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播之一 小溪 小溪是我特别佩服的人 在成为好朋友之前 我只知道她是投资人 是脱口秀演员 然后很热衷内容创作 但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她一直是一个人带两个女儿生活在蒙特利尔 所以小溪今天就作为嘉宾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溪 谢谢小溪 我们的另一位嘉宾 在我眼里是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移民前她做过财经编辑 记者 分析师和撰稿人 2010年移民后呢 仍从事相关工作 并且创办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 并在加拿大华裔群体拥有自己的影响力 这10年她也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儿子 生活在多伦多 她就是我们美丽的孝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孝东 和贝贝小溪相比呢 我应该是你们的新朋友 很高兴可以有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很高兴你们今天来参与我们这个讨论 虽然我觉得现在离婚的现象呢 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然后大家对单亲家庭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但是大家对单亲妈妈吧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 仍然也有不少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节目的开头 先聊一聊说 不知道小溪和孝东 你们有没有承受过这种偏见 以及对你们的这个身份 是怎么样一个定位和态度 我觉得所有的女性在选择不如婚姻 以及组建家庭 以及有孩子的时候 我不认为任何人从一开始 或者某个阶段要谋划 自己会成为单亲妈妈 所以呢 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那么发生以后呢 这个是我个人的case发生 是在移民之后 那么我不知道 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中国 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以我个人 在加拿大以及多伦多的感受来看 我到目前为止 没有感受到任何 关于你说的那个歧视的感觉 相反 我觉得在这儿很舒服 舒服指的是身心方面的都舒服 可以说整个社会的一个宽松的软环境 让我没有感觉到 我有被任何歧视 或者有被任何偏见的对待 甚至大家并不关心你 是不是单亲妈妈 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女性 正常的妈妈来对待 我个人会把单亲妈妈和单身 未婚 已婚 离异 有孩 无孩 我会当成都是一个平等的 个体的一个生活生命状态 没错 在加拿大其实有一种和国内不太一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去界定这个single parent 它其实并不是说一定是父亲母亲 在法律上离开了的这个状态 在加拿大很特别 尤其是在温哥华多伦多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就是一个妈妈在这边陪读 然后这个先生可能在中国挣钱 然后他们可能常年就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说这样的妈妈算不算是single parent的 我觉得他们也算 小琪说的这种应该更准确的是要陪读妈妈 对不对 对 它不涉及到婚姻状态 它就是涉及到是一个生活重心为主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他们这个从本质上讲 跟单亲妈妈的生活状态非常类似 因为都是没有先生 没有另一半的陪伴 主要是以自己一个人来带孩子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过程 那么陪读妈妈这个群体某种程度上 也是要超过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很多年的状态 我之前为什么想到说问这个偏见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之前包括我自己在那个影视作品啊 或者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都会看到很多的这种 只要提到单亲妈妈就会说是面目憔悴的 或者是很披头散发的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越来越多的这种单亲妈妈出现的媒体的形象 比如说像谷爱玲的妈妈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伊隆马斯克她的妈妈 多么洋气的一个女性 而且那个只是远方的人 但是我现在接触你们两个之后 每次跟你们沟通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们的这个状态怎么会这么好 然后我在想的是 就你们这种松弛的状态是怎么样调整出来的 我就特别好奇 我首先当成是贝贝对我很小惜 或者我们这种贝贝口中描述的单亲妈妈 这个小群体的一个表扬和肯定 表示感谢 这个怎么培养出来的 其实没有刻意的自我培养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种什么优良品质 或者这个身份 刚才讲的就是生活就是促使 我自然而然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先做出决定 然后成为这样的状态 但是某种程度上 因为就是因为选择了变成单亲妈妈 而且尤其是我要独自的陪伴和抚养孩子的状态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首先非常明显的有了一种自我意识 就是说我从此跟一般的妈妈 应该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承担double的一个责任 那么我对我自己自身的内在的 从内而外的这个各方面的成长的要求 我就属于那种自我驱动性的 从此以后我要更加速的成长 更加速的具备这种品质 我才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double的责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意识的让自己 从这个情绪入手 从情绪管理入手 从心理学这个角度去切入 先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 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婚姻以及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 那我怎么样去很好的 先把自己别搞 别弄疯了 别弄乱了 然后呢能够至少生活上是一个平稳的进行 然后在此过程中逐渐的去打开一个了解自我的一个门 发现进入这个门以后 原来里面的这个世界就越来越精彩 然后也同时也是一种非常越来越喜悦的一条路 如果说有意识的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种 有意识的打个引号 自我培养 我的自我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内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吧 对 结果 我每次跟孝宗聊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自洽 然后也特别幸福的一个单亲妈妈 小夕呢 你的状态是怎么调整出来的 因为你工作也特别多 然后呢你这个家庭也雇得很好 就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样调整出这么好的状态的 首先刚才你提到说现在出现在媒体前面的一些单亲妈妈形象都是非常好 这个首先我要驱昧哈 这个其实是一个幸存则理论 因为它肯定是特别好的 才会走到公众的面前 像我们每天在家 一山蓝绿 就是不美丽的时候 那个情况其实可能占到生活的95%以上吧 可能有5%的时候会稍微把自己捣射一下出来 所以说这个要跟大家驱昧哈 你们在生活中经历的育儿的困难 我们都会有 你们经历的生活上的困难 我也都会有 但是就像你说的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显得更松弛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 当你面对了更多的压力 举个例子 可能原来一个家庭需要三个脚来支持 现在可能有一个脚缺失了 但是你还是就像刚才孝宗说的 想让我的生活和我孩子生活有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那我就要努力的去把这个给撑起来 撑起来的过程中 你就会遇到非常多的压力事件 你要去把它解决掉 所以说这个反过来对你的好处就是 你见的多了 你经历的压力多了 所以平时生活中间小小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这回事 所以这样我才显得松弛 不是说我突然一下变得松弛 而是说我肯定经历的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现在才变得松弛 或者说就是我接着小夕的那个话说 就是你看到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松弛的状态 不是天然形成的 那我们一定中间经过了勾勾卡卡 然后爬了几座山以后 然后可能品尝到了我们关起门来 只有自己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我们才到了今天这一天的 刚才听到各位都讲到自己涅槃重生之后的样子 那么我就很好奇说你们在重生之前 在松弛感来到之前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要说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 如果非常直白的可能就说 我遇到很重的东西 我真的搬不动 或者说我遇到需要去交替接孩子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人可以去跟我take turns 但是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的 好功课的困难 在我来说我可以花钱雇个人 或者是我可以请朋友过来帮忙 听下来小夕好像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大的困难 这个困难 哎呀这个就是我这样跟你说的 觉得困难还是真的挺难的 确实是挺难的 那个孝东不是也说了吗 说其实回忆一下自己什么也做 这个挺难的 但是我又不想在这觉得 好像又变得有一点像complain啊那种感觉 困难肯定有 而且回忆之有 而且大大小小的总是 只要你生活往前继续就会碰到 但是你每次经历过以后 就会觉得 嗯这个困难我过去了 发现那以后下次我在处理类似的时候 我就不认为它是困难了 因为我已经学会了 或者我已经过了这个坎 小的困难 比如说刚来的时候 孩子那个才三岁多四岁 那个时候孩子经常生病 那有时候 加拿大外 如果碰到冬天下雪 你这个时候要带孩子去看病 那这个时候就是困难 你一个人 然后还要开着车 这孩子还在病的状态 你又没有一个帮手 这个时候就立刻想到了 自己有这种孤单无力的感觉 那一两次甚至几次 你经历过这个事 你第二次还是这个困难还在 但是你就比之前更淡定了 更从容了 知道去哪里找医院 去哪里找诊所 就是困难总是有 就是但是你这个 面对同样的事 或不同事的这个心态 发现我是可以经过成长 可以调试的 那再大了也有困难 比如说时间掰不开 然后自己有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又要重新学会 面对新的问题 总之吧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女性 就是尤其就像小夕说的 不可能在所有的 这个重体力劳动上面 都是总体来说是弱势 是没有优势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拣选 什么时候是什么事 我们能做 什么时候我们就要 主动的寻求外界的帮助 不论是付费的 还是说朋友的帮助 我觉得都要主动的去 懂得去寻求 其实这也是一种 这个跟面子没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按照 实际的需求去生活 其实我听下来 就是你们这种承受的能力 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中 你们心态 其实是越来越淡定 越来越好 慢慢的很多事情 就变得这种云淡风轻 然后才呈现出这种 这么自洽 然后这么松弛的状态 对吧 然后我刚才听到你们 讲到一个是说体力劳动 像加拿大体力劳动的 这个费用就特别高 对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冬天 冬天特别难熬 那你们觉得这个加拿大 就适合单亲妈妈移民吗 这个问题呢 不是很好 直接给出具体的意见 因为这个非常 是个个人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涉及到了 个人是否喜欢移民 这个移民 不论你是什么状态 你是个大老爷们 你也要你问自己移民 是不是适合我自己 撇开你是单亲妈妈 这个这种状态 然后先问自己 我去到另外一个 不同语言的国度 是否适合我未来的生活 然后呢 才是更细化的 单亲妈妈 假如我准备好了 我也很勇敢 我也愿意去接受移民生活 那么我这个身份 在加拿大 是不是有一种安全感 可以在这里 从此这个安居乐业 可以生活下去 然后加拿大对这个女性 总体来说 不论你是单亲 还是非单亲 我觉得对人权 对女性 人们环境 都是宽松友好的 这里的这种 适合新移民的 各种的服务机构 这个服务从安居 甚至到法律援助 甚至到你这个 心理健康的问题 就是从你的实实在在的 这个生活层面的安定 还有工作的 机会的一个提供 培训 到语言的培训 到法律援助 心理健康的支持 通通面面的机构 通通都有 所以呢 我认为 这个全面的程度 以及提供机构 和服务的这个数量 正是比在国内 都要多得多 那如果你需要 你根据你自己的个人特点 也可以随手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机构 这个是很便利的 你刚才讲的那些福利 其实我作为 就是普通的一个移民 其实都有享受到 然后 但我现在就是 特别好奇的是说 作为一个单亲的这种妈妈 她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福利 可以享受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这种文化环境 社会环境 你们感受到是不一样的 回答一下 首先其实 我想纠正一个 一个概念 就是为什么 我总想得到特殊的对待 这是一个可能有的时候 作为弱势群体 她的一个思维惯性 就觉得我需要得到别人特殊的对待 我才能好 但是这个在加拿大 其实有一点不同 我来聊聊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吧 首先我能想到说 提出这个问题的女性 她一定是有了这方面的起心动念 然后她可能在比较 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的一个差异 如果在中国 就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的这个舆论环境来说 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不免在一些地方呢 其实如果当你有离婚 或者是这个情感不完整的话 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别人指指点点吧 就是通俗上来说 觉得你看她妈妈离婚了 你看这个小朋友在学校 会不会受到歧视呀 她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在找一个下家的话 会不会在这个所谓的婚戒市场上 就已经失去竞争力了 会有这样的判断 如果你更多的是担心 所谓的这些人言可畏的情况 我认为当你有了来加拿大的 这个起心动念 你了解了所有你即将面对的 就是你所有知道的可能的困难性 比如说你需要学外语 可能你需要来这 需要找一份工作来给你挣家用 我想说的是 它不会有额外更多的困难 这个其实我并不是说标榜 国外有多先进啊 就是说其实离婚这个事情 在这边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你对于自己的认知 是不是高过了 对于这个所谓形式感的捆绑 我的一生不一定非要局限 在这一段婚姻里 我一定是要在一个 幸福的关系里面 我才会存续 而不是说为了那一份文件 我把自己捆在这个关系里 很高兴地告诉你 这个在基本北美这边 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 你如果去到小朋友的班里面 你可以看到可能班里 一班以上的同学 都是在混合家庭里面长大的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担心 一些舆论上面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在加拿大这边 会非常的轻松 第二就是回答贝贝 刚才那个特殊的对待 我现在最开心的一点 就是我没有感到 我被任何特殊的对待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 会反噬你的 你是一个弱者 你得到了这样的benefit 可能你也会掉进 这样的深渊里面 我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我不需要任何特殊对待 就是你把我平等的 当一个人对待就可以 就像刚才你说的 所有的小朋友的benefit 就是所谓加拿大叫牛奶金 你可以领 我也可以领 然后所有关于孩子 今天还有那个孩子 教育基金的那个人 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要给孩子该续教育基金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但是像刚才 我和孝东聊到说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确实真的有 摸不开的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 可能你是新移民 刚来在上一些语言班 或者什么 你跟老师讲说 我的小朋友 可能今天晚上几点要接 没有人帮我代替 你可以去跟老师协调 你上课的时间 甚至在很多的机构 包括很多大公司 他自己的那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 就是幼儿园 就是他会把这个幼儿园 和这个机构放在一块 在这个建议里面 在这个楼里面工作的人 会有优先进到 这个幼儿园的机会 其实这样子就非常方便 你说你下班 你就把孩子接走 上班就把孩子送过来 我认为这都是 很大的便利条件 去帮助你解决你的 后顾之忧 需要被帮助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这种社区的支持 有时候你如果 真的找不着人帮忙 那会有什么 其他的渠道可以去找呢 实际上一个健全的 友好的 或者说各方面制度 比较发达成熟的 一个国家的一个机制 就是会让我们这个群体 并没有时时刻刻 或者经常感觉到 我们被特殊对待 反而让你更感觉到了 在这里活的那种 自由宽松 甚至是那种尊严感 就是你想做什么 和其他身份人一样 和其他性别的人一样 你都可以尽情地去做 那唯一的就是因为 你的生活上 有一些比其他的群体的人 有一些牵判 有一些不便利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比如说 单亲妈妈的群体 很容易互相理解 那么在这里 如果你能建立起 自己的一些 几个朋友的圈子 那么在碰上这种 不便利的时候 比如说需要孩子 互相被人看护一下 是非常能够得到 别人的帮助的 甚至别人都会主动地 给你提供这种帮助 因为那么我觉得 这种帮助的基础就是 这个群体在加拿大 是很被理解 关爱和支持的 那么这种理解 关爱和支持 未必是需要来自 政府层面的 来自社区 来自邻居 来自朋友层面的 就很多 因为我本人也享受过 这种被理解 被关爱 被支持的这个 另外就是说 你唯一就是觉得 政府的存在 或者社会 支持层面存在 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当你这个群体 受到伤害的时候 那比如说 可能还没在成为 单亲妈妈之前 你在婚姻里面 比如说不好的婚姻 举个比较极端例子 就是有家暴的这种例子 那么我朋友里面 也有碰到过 在加拿大 就是有家暴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只需要 打个电话 联系 这种具体的这种 政府下设的这种 妇女儿童的这种 关爱中心 他们立刻就会给你安排 你这个时候 可以把各代的孩子 可以暂时的搬到 这个妇女儿童庇护中心来 然后呢 就是免费的 活得住一段时间 然后同时 他们会责策 法院那边 对这个施暴的 这个一方 限制他的一个 比如说 多少距离 多少范围内部 能够靠近这个 这个母子的 这样的一个禁令 包括在后来 在这个孩子 这个抚养费的 这个变现和执行层面 也都有相关的 这种很严格的 很具有可操作性的 这种政府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的 这样的一个 支持的这个系统 我觉得是说 在没有出事的时候 没有事情困难 发生的时候 那么这个 担心妈妈群体 在这里 你会感觉到 跟正常人生活 没有 两样 那么当你需要 这种特殊困难的 这个需要支持的时候 你发现 你又有 就是能够很快的 得到的 这种对应的 这个支持和帮助 所以呢 那你总体来说呢 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呢 就是就会相对于 安全放松 你并不会认为 我远离了祖国 我家这里没有亲人 那我碰到问题 好像就是两眼一抹黑 反而不是的 你仍然可以 把这个问题 得到解决 只是帮你解决问题的人 不是你过去熟悉的 是来自于你的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亲戚朋友 在国内的 那你在这里 新的环境 你仍然可以得到 只是这个区别 那如果说这种区别 告别熟人环境 还能够得到 持续的这种保障呢 那我觉得 我就更觉得更安全 会让我更放松 更踏实 我觉得你这个 总结特别好 就是在 普通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跟正常 普通人是一样被对的 这种文化环境就很好 然后但是 当你出现问题 就需要帮助的时候 它又有足够的 这种社会支持系统 社区支持系统 去帮助你 因为这也是我 我体会到的 但我忘了是 好多年前 有一次在这个 电视的新闻上 看到某一个国家 一个女性的议员 还是什么 她要来这个 就是正常的来上班 在这个议会当中出现 然后有个镜头是 她带着自己 很小的孩子 就是在那种 就是带着孩子来 这么严肃的一个 就是工作场合 但是她这个 这个事情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周围的人 都觉得她非常正常 她带着孩子来 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这个事情 是可以实现的 没有人对她 有任何非议的 那就是这个 社会的环境总体 就允许了 这种事情发生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感觉到 原来你就是 当你出现有事的时候 你才能感觉到 原来这个社会环境 一直是ready好的 就支持你的环境 一直是在那的 不是需要你临时抓取的 那这个我觉得 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健全的一个 快送的一个社会的 人文软环境 我之前不是提到 这种一龙马斯克 那么的例子吗 刚才小西说的非常对 就是这种 幸存者偏差的 这种现象吗 另外一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最近几年 这个媒体出现的 这种积极的 比较独立的 这种单亲妈妈形象 开始越来越多了 就是AB面都展现出来了 会给更多的人 不同道路的借鉴 然后这是我觉得 观察到这几年 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还有一个我特别好奇的 就是刚才你们两个 也一直提到 这个孩子的事情 就是其实对孩子 对离婚 很多人都有一些刻板印象 比如说 我自己身边发生的 那个一个朋友的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们就会说 我跟我老公关系不好 但是呢 又怕影响孩子 所以等到孩子高考结束以后 我们再选择离婚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 一个现象 然后还有比如说 有些像甚至是 相亲的那些节目 在电视上放的那些节目 有些嘉宾就会说 不要去找那种 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 所以这个方面 对孩子的教育方面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些 比较刻板的印象 或者是会有 对单亲妈妈 对单亲家庭 长大的孩子会有偏见 那这个方面 不知道你们是 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以及你们怎么去面对 这个事情 首先我想说 还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在整个加拿大这边 可能班上有一半的 小朋友的家庭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都是那种混合家庭 孩子们认为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周末 我要去爸爸家 下个周末我要去妈妈家 像刚才你提到的 在中国会有一些歧视 我猜可能应该是 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或者是要 至少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离婚 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 当你离婚 别人可能认为 你是一个怪胎 为什么别人都能 忍受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你忍不了 那你一定是 你有问题 但是现在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女性意识的觉醒 我们到现在可能认为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甚至可能 那个男方 我也不会去抱怨她 她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我们在人生 走完了这一段旅程之后 我们还要各自去奔赴 更好的旅程 而且刚才提到的 那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等到高考之后 再离婚 这样的家庭的环境 可以坚持到孩子 十八岁 我本身觉得 都已经是一个奇迹 他一定是每一天 都在focus别人的情感 就是我的老公怎么想 他的家庭的 怎么想 学校的单位怎么想 领导怎么想 孩子怎么想 他从来没有去关注过 我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 还好我们这一代 比如说我和校东这一代 我们已经很幸运的 接触到了这样的理论 就说我可以更多的 关注我自己的感受 当然是在不伤害 别人的前提下 不伤害别人感受的前提下 我可以很放松的 去跟我的孩子讲说 妈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妈妈未来期待 更好的状态 因为我也不希望 将来我的女儿 还是有这一套 非常老派的东西 就是说我找了一个人 就一定要跟他捆绑一生吗 当然还是刚才咱们说的 没有人会在一个幸福的开始 去揣测他的结尾 但是我们对未来 保持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而在这个所有的故事当中 我们自己是主角 我们是最珍贵的 我补充一下 就是这里面是有两个主线 一个主线 就像贝贝刚才已经说了 他也观察到了 就总体来说 这个社会的 对于这个婚姻制度 一直婚姻制度的解体 离婚这个现象 然后现象之后 产生的这个 必然的单亲家庭 也有单亲父亲的这种状况 总体来说是 逐渐的在宽容 那尤其在西方国家 发达国家 就这类的数据和这种状态 就比例就更高了 一句话就是见怪不惯了 那第二个主线 就是说 不论是国内 但这儿 在加拿大我没有感受到 就是刚才大家举的例子里以后 的确仍然有人 存在这个偏见 那我相信就是 你即便是在一个 整体的那个 这个社会包容度 在提升的这样的社会 仍然有些人偏见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的偏见 是他认知决定的 比如说就会说 这个人离婚 肯定有他的什么问题 或者说他单亲妈妈 或者单亲爸爸 养出来的孩子 有什么这个心理啊 或者人格啊 或者哪哪 非正常化的一个偏见 很正常 那么在这个两个主线的基础上 那你有一天 你怎么去面对 发生在你身上这个事 那首先你自己要ready好 就是说当你决定进入婚姻 或者离开婚姻的时候 其实都是你个人 对这个幸福生活的 一个重新的选择 像国内那样的说 我要这个坚忍 忍耐 排除万难 熬到孩子高考 我才离开婚姻 还是说我勇敢的 当下就诚实的面对我自己 不论孩子是在高考状态 还是孩子在这个幼小的阶段 但我认为这个事实机 作为我个人离开婚姻的时候 我都敢坦诚的来面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压抑自己 那压抑自己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那在压抑自己过程当中 一年两年 甚至好几年的状态 你就不会 你的状态难难就不会 对孩子产生婚名影响吗 哪怕孩子是在一个 所谓的完整形式的家庭里面 所以这些都是值得去深度 去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认为生活质量的好坏 是远远高于形式的完整 不论是婚姻 还是亲子关系 你越诚实面对 你越坦诚的和孩子交流 或者和另外一番交流 总之在任何层面的面对 都好过你先去压抑 刻意的去营造 刻意的去维护 这个形式的完整 因为这个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大 或者他被这个 在这个实际上是 充满了问题的家庭里面 然后这个生活的时间越长 这个孩子的这个 这个身心 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怎么觉察 你怎么衡量 这都是问题 非常同意 孝东说的这句话 就是实质是大于形式的 我自己也有个思考 就是说 其实家庭形式 已经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像现在单亲的 传统的 同性的 不是说那种 这个性别 同性的这种 父母的这种家庭 也开始越来越多 就用这种形式 其实并不重要 更重要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去 真正的陪伴孩子 有没有去 给他高质量的 这种沟通交流 就这个本质的东西 才是影响 真正影响 这个孩子的成长的东西 我同意贝贝说的 只不过在这 想跟大家稍微提一点 我们在这边 其实没有任何说 要宣扬大家说 轻率的离开自己的婚姻 或者是轻率的 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家庭 这个作为社会的 基本单位 其实论证了 这个几千年 还是一个最稳固的存在 如果有非常 很好的基础 可以去修补和维护的 其实我认为大家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 去经营自己的 婚姻的能力 只是说现在我和孝东 是因为我们 已经在这样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前提下 去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生活故事 在国外 在北美地区 因为这个离婚现象 是很普遍的 然后呢 大部分离婚的人 就单亲妈妈 都是一个是 可能大家在这个美剧里面 也会经常看到 未婚先孕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 但是在中国 能成为单亲妈妈的人 一般都是 经济条件比较好 精神比较独立的 这些比较高知的女性 所以在中国 单亲妈妈 教育出来的孩子 她会比 这种所谓完整的 这种传统家庭 教育的孩子 要么是一样的 要么更好 这个现象 还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社会调查 打破了我原来的 固有的认知 这个还是像刚才 孝东的那一句 我觉得可以作为 我们这一期的金剧 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 内容永远是 大于形式的 还是回到 比如说刚才 我想贝贝提到说 会不会觉得 有特别艰难 和痛苦的时候 人的一生 我觉得总要经历一些 这种坎坷 当你经历的 这个艰难和痛苦的时候 如果你非常幸运的 可以去 更关注自己的内心 更关注自己的想要 更关注这个内容 尤其是来到 加拿大以后 我发现 大家都不在意 导致我现在 也不在意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中国人 可能过去是 非常好面子的 但是来到加拿大 我可能更多的 抛下了面子 而在意自己的理子 我这个理子 是不是丰厚 而这个面子 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而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收获了 更丰富的果实 所以就像你说的 可能我带出的孩子 我不认为 比别人的孩子差 我认为他们 也是非常的漂亮 聪明 懂事 也是很完整的孩子 这一点 也是我比较骄傲的 一件事吧 我很好奇 就是说你们刚开始 是就怎么样 跟你孩子沟通这个事情 然后你们孩子 反应是怎么样子 我开始倒是没有勇气 跟我孩子讨论这个事 当时没有勇气 是因为孩子还年龄 我认为还比较小 我当时顾虑他 未必能够听明白这个事 所以我当时 我自己主观的选择是 等事情解决了 然后我再告诉他 当然我把我跟孩子 分享这个事 作为一个最后一个角色 但是呢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就是我的孩子的年龄 完全操控了我的想象 就是他对这个事情 不仅说能够理解 而且是在我之前 就主动的跟我提到了这个事 而且他是以一个支持的态度 来促进我 来把这个 就是选择这个 这个离开婚姻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就是说 妈妈要成长 孩子其实一直在成长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惊讶地发现 你跟孩子 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新的 一个互相认识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对孩子 其实理解 原来也未必说是百分之百的 原来孩子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理解 甚至超越了我们对他的认识 所以这是在这个离婚 这个婚姻状况变动当中 对我来说一个额外的一个惊喜 小夕呢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其实在我和我的两个女儿 独自生活已经挺长时间了 我也会一直跟她强调 我说我们三个人是一个team 就是这个team里面 比如说妈妈是负责开车的 那你就要负责这件事情 她就要负责那件事情 所以他们每个人 在这个自己的过程当中 是有这个独立意识的一个培养 是挺长一段时间 第二呢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比如说他的朋友 这周回爸爸家 下周回妈妈家 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很常见的事情 他会跟我聊天 说那个小朋友 明天不能给我拿 他上次欠我那个东西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周他回他爸爸家 我说好的OK 然后其实也就是在上一周 我的小女儿最近也是 很大的萌发了自我意识 他真的就是质问我说 你和daddy是不是break up 我当时其实很洋洋自得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 状态已经修炼到很好 不会说像一个地雷一样 当女儿问我 我就要炸了 或者说我很难过这一关 我想想要怎么跟他解释 我就很云淡风轻的 跟他说了一句 我说你们知道的 妈咪和daddy 过去有很多的fight 那么你们是想要 爸爸妈妈在一起 有fight 没有办法好好爱宝宝 还是我们分开了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爱宝宝 然后他俩想了一下 说我选爱宝宝 然后就玩去了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我觉得 就像孝宗说的 其实我们不要低估了 他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 你把你非常好的 自信的自欠的状态给他 他就会接受到这份信息 我在这里再回应一下 小夕说的就是 我认为因为孩子 比我们更具备灵性 所以他们更愿意 人活在一个有爱 有相互这样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环境 比如就像爸妈的婚姻状态 当发现爸妈的婚姻状态 如果不好的时候 他是支持父母分开的 那么支持父母分开的理由 你看他不是站在自私的角度 说我的父母分开了 我的爱就会少了 他是我的孩子支持我 甚至主动跟我提建议 你们俩应该分开的原因 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在一起 不开心 他是站在 替我们的角度考虑的 他认为不开心 就不要站在一起 所以他的这种逻辑 反而是更非常自洽的 他就我认为更合伙人心 或者更有普世的 这个价值的这种精神 但是我们以为孩子 什么都不懂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是反过来 是教育了我们 我们更应该尊重 我们自己的本性 那如果我们每个父母 都能够 不论是在分开状态 还是在婚姻内状态 你如果都活得幸福 对孩子才是 最大的知识和爱 而不是说在纠结 我是在婚姻内 婚姻外 这个形式的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 听我们节目的观众 一定是有婚姻内的 那你就更要好好的珍惜 你在有这个完整形式 不是说我只给孩子 提供一个形式的完整 我就不在其他这个内容 实质上去做努力了 以为我就对得起孩子了 No 所以这个观念 我觉得应该要反转下 我们应该 更多的向孩子们学习 它其实比我们更 去懂得去怎么爱父母 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 我自己的一个初心 就是说 可能让大家更全面 更真实地了解 我们在加拿大 单亲妈妈这种状态 然后打破大家一些偏见 其实最主要还是 打破这种固有认知 这种偏见 其实每个群体 都有每个群体的特点 每个家庭的形式 也有每个家庭形式的特点 其实我们要多元化的方式 去看待每一个群体 每个种族 包括每个性别 用多元的方式 用开放的方式 去接受他们 讲得土一点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美好 然后我现在就是 特别好奇的是 你们有没有什么moment 会特别羡慕 有老公的家庭 或者说你们会想着说 什么时候会想要 特别想要 重新进入新的家庭 有啊 当我看到别人 在朋友圈秀恩爱的时候 我有那么一个moment 我还是想 哎呀我没有这方面的恩爱 可以秀 会不会考虑 重新走进婚姻 我愿意去尝试 所以说一切的一切 我不会在现在 给自己下定义 我想看我的生命 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会遇到哪些 很奇妙的关系 那我还是会有一颗 好奇的心去期待 但是不会在现在 给自己下定义 我就比较务实 就是家里哪个地方坏了呀 是个要需要维修啊 我觉得我特别不擅长 我一个人肯定搞不定的 不论从工具到材料 我都不熟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就稍微一点羡慕 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 旁边有个男人 这个就应该他搞定 就不要我操心了 就这个moment 我是比较务实 我就会想到这个 然后转念一想 没有这个人 那我还得去 是吧 打电话呀 该干嘛 报修啊 找人去来付钱啊 谈价格 干嘛干嘛 然后这个事完了以后 这个moment也就消失了 当然我希望 这个moment不要总出现 就是以后还会不会 再有期待会进入婚姻 就是因为这一次 这一次婚姻的 这个给我的感受 我觉得我对固定关系的 这个执着之心 几乎已经放下了 一切讲究随缘 我再不会去重视 形式上的完整 甚至提前做好了 就是这一辈子 可能都不会 再进入婚姻的准备 但是并不是说 我不进入婚姻 我的生活的质量 就会打折扣 我觉得相反 就是不论你有没有 那个关系 我都要按照 我对这个相对 有质量生活的 这样的要求和节奏 继续往前走 非常先锋和自由的理念 你们刚才讲到 这个的时候 脑子里突然就像工具人 然后还有个是 散偶式家庭 如果是这种关系 就像孝东跟小夕说的 如果这种关系 只是形式上的存留 那么关系没有深入 那还不如不要这个形式 但是重新去寻找一个 能跟我们保持 这种美好关系的人 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回到过去 你们会对即将 步入结婚的自己 说什么 以及会对即将离婚的 当时的自己 说什么 贝贝问的这个问题 特别有意思 但是这个其实在 我们两个以前 对于一些话题的 沟通的时候 我也提到过 我说 我们不能拿 现在的状态 去judge 过去的自己 所以说 即便我可能有无数的夜晚 我都后悔说 我其实应该更审慎一点 或者我要 我要谈更多的恋爱 我才要进入婚姻 我才要怎样 但是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在这个当下 我对当年那个走进婚姻的 我可能还是会说 enjoy 享受这段旅程 不管它的结果是走向哪 然后对于 可能当时要走出这个关系 我会跟他说 勇敢一点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可以做到 好了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 就到这里为止 非常感谢 孝东和小溪 两位嘉宾 这么真诚地分享 其实在这过程中 我自己能体会到一个情绪 就是觉得特别感动 就是他们能够 这么真诚地分享 他们的这种经历和感受 对我就算不是单亲妈妈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和启发 第二个我感受到就是 我觉得他们特别自由 就是在 不管在哪个阶段 不管在哪种形式 他们都能够去倾听 他们内心的声音 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去追求的这种自由 就是不要在乎外在的 这些一些框架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自由的人生 好了 那么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对我们这期节目 有什么感想 或者是你们想要分享 你们单亲妈妈的经历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私信给我 好了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